小客车出现在巷口 但就在转弯时发生差状 导致一部机车当场倾倒 但驾驶没有停车直接离去 直到不久后骑士出现 他现在装不上去 因为他这边整个歪掉 这边都歪掉了 施小姐的电动机车 除了前挡板破裂 右侧身从车头到车尾 到处是插痕 其中车壳还出现裂痕 回原厂估价 修理费就高达一万多元 结果一查 肇事车主居然是有人房东 但他指控对方 事后不愿赔偿 甚至迁入友人 要求友人原本八月到起的租约 得提前搬家并赔偿损失 感觉很差 因为我们也有要跟他调解 我们前几天原本要去调解 但他没有来 原来房东事后传简讯给友人 认为他出借给别人使用 得终止契约 由于违反租约 仕同放弃租约权益 甚至强调有证人证实两人住宿 因此用简讯通知终止 除了要追究 偷住的不当利得五万多元 还要没收三个月租金 以及五千元的清洁费 甚至对施小姐提出侵入住居告诉 让他们相当傻眼 偶尔去而已 因为我自己也要租住啊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 被指控的房子 就在高雄市三明区 一所国立大学的后门围墙 共超过时间套房租给学生 虽然电话没接 但其他学生说房东似乎人还不错 人还不错 不知道说有什么小问题 就给一些东西 就是清洁用品 也是不用钱的 房客之间有这个争议存在的话 事实上房东必须要透过法院 有法官来做认定 由于市同学报警后 警方已经开出造势逃逸罚单 最高可开罚三千元以下罚还 租客也考虑要提出民事求偿 来争取自己权益 但房东也打算提告反制 让一场原本单纯的车损赔偿 最后双方撕破脸 恐怕还得对付公堂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